疯狂上涨的比特币 但是却不断的撤退散步 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你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三 我是麦 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重点来聊一下的人 就是在过去的两三周之内 疯狂上涨达到4万5千美元的比特币 那么大家应该还有一些记忆 在两三年前 比特币当时的价格 是首次从2000至3000美元一路上涨 在当年最高时候 圣诞节的时候 是涨到了接近于2万美元 那么那也是第一次比特币 是接近于2万美元这个价格 我清楚的记得 在那个时候 我去大街小巷吃饭的时候 周围桌子上纷纷众人都在聊的 就是数字货币和比特币 当时全世界也出现了 无数个数字货币的交易所 之后随之而来的也是各种新闻 数字钱包被盗 包括交易所被黑客所攻击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 在那个时候达到2万美元之后 短短4个月之后 比特币价格就从2万美元 被跌落至1万4千美元 跌幅达到了30% 那也是首次大部分散户 遭遇到了重大的亏损 很多人也是就此纷纷离场 之后比特币就不像之前 那么成为一个火爆的话题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疫情之前 当时的比特币价格已经再次跌落至1万美元以下 并且由于疫情的严峻 当时比特币在最低时候 2020年的3月 只有不到4千美元 也就是从最高峰的2万 到最低的4千 不到4千 跌幅高达了80% 然而从4千之后 它并没有像我们猜测一样 可能变得重新变得一门不值 又回到了那个1千个比特币 买一个披萨的年代 并不是 随后比特币随着各国央行的 纷纷旧市 那大把的印钱 它也开始了 逐步缓慢的复生 复苏 然后复苏的速度 是不断加快 从4千 重新回到1万 用了大约是三个月时间 从1万到2万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从2万到3万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最近 从3万冲到4万5千美元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比特币的上涨 目前是一个加速度的上涨 再加上最近的两周 世界知名的 我们知道特斯拉的CEO 埃隆马斯克 也是在自己的推特里 也是多次宣传到了比特币 并且特斯拉宣布 已经购买了15亿美元的比特币 用于接受未来客户 使用数字货币 来支付车吧 那么这个新闻 我也是很纳闷 他们是卖车的 你为什么还得买15亿美元 难道是别人客户 给你一个 你得找人家0.3个 还是怎么着 这个我始终想得通 你找钱 怎么要买这么多呢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这也说明 埃隆马斯克 实际上现在的领导力也好 或者是影响力也好 是非常的惊人 他已经替代了 之前过失的乔布斯 成为了全新一代世界科技迷的偶像 换句话说 我们一旦说到偶像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有一点 不能说是神话 但至少是追星级别 你一旦到了疯狂的追星级别 粉丝级别 超级粉丝级别 那那个时候呢 你的偶像说一句话 你都会奉为圣诞 他说要干什么 就会跟着干什么 就像是两三周之前 美国GME 那些游戏粉丝 疯狂追捧自己公司一样 现在埃隆马斯克说到 我买了15亿比特币 那么他的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 就算不买15亿 每人出钱买个两三百 几百万的粉丝加起来 那也是个天文数字 但是大家肯定会想 现在的价格已经这么高 对于我来说 会不会有所后悔 之前没有买呢 我还真没有后悔 因为是这么说的 我设身处题想过好多次 如果把时间退移 回到2020年3月 比特币又到了3000多 或者说不到4000价格 我会不会那个时候买入 最好最好结果 也许我会买一个试探试探 那到现在3000到3万 虽然有所赚 但是也不会把我改变不了人生 那为什么我始终对比特币 不太感兴趣 或者不太感冒呢 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它和我一直以来的投资观念 就相符合 换句话说就是 我摸不透 它到底值多少钱 我们说不论是GME 这个严重的超标也好 或者是特斯拉的价格 现在涨了三五倍 我们都可以从它的销售量 业绩 公司规模等等 来计算出这个公司 大概值多少钱 以此来判断 要不要购买 但这个数字货币 比特币 你很难判断它的真实价值 你可以说它是一文不值 你也可以说它是无价值吧 就看你对它是怎么来一个相信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很主观的东西 因为这个让我心里发毛 我始终就摸不通 它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你既然是不知道它应该值多少钱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的 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挂在别人手里这种感觉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说即便是比特币涨到十万 跟我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不属于我的产品 或者说它不属于我 像我这种投资观念的人 也许你可以说是比较老土 或者说是不能打破成规 行吧 就算你能打破常规 那你告诉我 比特币应该值多少钱 谁也说不出来 那既然谁也说不出来 它一个标准价 那我觉得那就有点胡扯了 是不是 你可以说它是未来的货币 它是人类以后的希望等等 这些那就延伸到了信仰上 或者说延伸到了 我们说的非理性观点 一旦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了 那么你买入和卖出 就不要再谈什么图形 不要再谈什么有没有风险 你既然把它当作一个信仰 那你去买了 那无话可说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一般人 现在出来那个狗狗币 猫猫币 猪猪币 完全可以提的 毫无技术含乱 因此 在我看来 它根本就不应该值四万五千美元 我估计就四块五毛钱 小孩玩玩 应该是差不多 当然了 你可以嘲笑我这个观念成就 但是这至少是我的观念 我也不会因为比特币之后 涨到失望 而产生任何的后果 因为我不是一个独徒 我也希望你们不是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